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提多正身处克里特朗 保罗希望提多可以令当地的教会事务变得更有条理 今天的经文来自提多书第一章二到第三节 是这封信的问候语 经文说 这是根据永生的盼望 这永生就是没有谎言的神 在万世以前所应许的 到了适当的时候 神就借着福音的宣讲 把他的道显明出来 照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 这宣讲的使命交托了我 经文说给你听 神差显保罗是为了信徒的信心 和他们最真理的认识 这种信心和认识是基于永生的盼望 什么是永生呢 由于经文将永生描述为盼望 所以我们就倾向认为 永生就是未来在天家蒙福的日子 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 将永生解释为认识神 和认识耶稣的生命力情 没错了 永生其实在我们邀请耶稣 成为我们救主那一刻就开始 永生就是让天家活在我们现时生活里面 而我们不需要等待去到天家 才可以经历到 当我们在现时生活里面 着意地去经历和认识神的时候 永生的福分就可以在今时今日得到 今天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 永生是神在万世以前所应许的 永生不单单是一个好主意 而且是神的旨意 在行古万世以前 神已经允许了你和我可以认识祂 和神有一种亲密和个人的关系 保罗在第二节里面继续提醒我们 那位已经允许了永生的神 祂是不会说大话的 对神而言万事都可能 但是神是不可能说大话的 神是信实的 祂必定会履行承诺 但是神的应许只会在神的时候 才会实现 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三节里面说 神的永生要到了适当的时候 然后掌显出来 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 希腊语是团结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 那时候的道路系统非常之发达 跨国的行程是十分安全 第一世纪是跨国传福音的适当时候 各位朋友 阿伯拉罕等待着神去截然祂的承诺 你又是不是今天等待着神去履行祂真致给你的应许呢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耐烦呢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神是不会说大话的 祂会在适当的时候 必定会截然祂的承诺 所以请你耐心等待 神是信实的 现在让我为大家祷告 阿伯父我们感谢你 给予所有相信你的人 永生的应许 当我们每天与你同行的时候 增强我们内心的敏感度 好让我们能够更亲密地去认识你 鼓励那些因为等待你 测现乐然而感到疲倦的人 让信心兴起 去振奋和更新他们每一位 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之命而求 阿们 我们下一次继续 齐来灵修两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